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阿花 今年已经六十岁了 她和其他的妈妈有些不同 她既是个妈妈 同时还要扛起爸爸的责任 她每一天都做着千遍一缕又辛苦的工作 默默的耕耘付出 但她不曾抱怨生活对她的不公 也不曾说过疲累 为的就是能扛起这个家 让她的孩子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对于阿花来说 每一年一定有一个她绝对不会忘记的日子 在那一天 她会在一大清早起来打扫骨子 会把窗户抹得一成不染 也会准备着最丰盛的事物 哎呀小卉妈妈跟你说了出去玩呢一定要戴眼镜 不然呢你就会跌倒 跌倒了疼了吧 好了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好 来 我要帮你包长啊 我的美女小心点 你老了 做什么事情呢 记得要戴上眼镜 你看多漂亮 别忙了 别忙了 妈 辛苦你了 吃饭吧 吃饭吧 吃饭了 让MOG与你一起戴上眼镜 多看看身边已经连迈的父母 把爱带回家 新年快乐 感恩有你 一路陪伴